一日三聚 好的 那網友問題呢 來 第一題就是直接來 摺偶條件 好像非常多人很好奇你的摺偶條件 我覺得我要講一個 我覺得有一些條件是 它是吸引你的 但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最重要 對我來說 我覺得還是要讓我覺得他很愛我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你很缺愛 我最近才 近一兩年才發現這件事情 嚇一跳 你還在那邊大 大動態 沒有啊 我近兩年才發現 這個其實才是我在關係裡面 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以前我可能會覺得 我要找一個聰明的 然後有能力的很上進的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發現 你很配合頭腦的是嗎 當然啊 但是 很愛你超笨 他超愛我 哈哈哈哈 這好難 那可不可以調整 他有機會進步的嗎 如果多讀一點書 有機會進步嗎 他就要出一些那種 很傻的錯誤 那你們在想啊 可是他都是那種 為了你傻盡拼命這樣 蛤 好難喔 這個很難 很愛我 然後很笨 這有點 可是那這樣 我們聊天就很不能同評啊 首先你們要兩個人要能同評 一定要有一些你們是 可以聊得來的話題 如果很傻 我們可能很難聊得來 喔 反正你喜歡比較聰明 我喜歡聰明 然後要很愛你 對 然後 很愛你 我以前會 自己很抽象耶 對因為我以前會覺得 就像我剛講我要聰明的 我要上進的 我要他是很 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啊 很怎麼樣很怎麼樣 然後後來就直到我的戀愛中 某一次的碰壁 就是我發現 這些條件他都有 但是他沒有很愛我 沒有讓我感覺到他有很愛我 才發現 哇 這個不能是構成愛情的條件 就擇偶有擇的條件沒有錯 他這些特質也吸引我沒有錯 但當這些特質 他沒有在你身上付出的時候 其實他有這些特質 就只是他跟你無關 我就發現 我最重要的還是 不在乎他是 不是不在乎 最重要的不是他是誰 而是 就是他對我可以有多重要 我在他面前我可以是誰這樣 就是 這是我自己 很近期的體悟 可是很愛你 要怎麼 覺得他很愛你 比如說 很重視我的感受 然後會 很關心我 很注重我的安全 或什麼什麼的 因為我真的是有交往過 就是他完全 不在乎 然後 就是我們 也許很信任 他就說 這是信任 可是 可是 對 我也很討厭 不要試驗我 反我好不好 我最喜歡被管 對 一大管理你OK 可以耶 就是會覺得他 他就是因為他愛我 他很在乎我所以他才要 這有點太多 因為你是穿蠻辣的 我覺得 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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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每次來錄影的衣服 都覺得 蛤 哪有啊 你的穿很緊身啊 哪 你是不是看錯了 我哪有穿很緊身 有一次我還說 你這裙子很賤耶 那是某次 有一次穿橘色 然後很短 那是因為那是業配 業配 要穿去攝影棚拍 管理衣服你OK嗎 不能太超過 譬如說他會說 這樣太漏了 你要高一點這種可以 但是 不能太控制狂的那種 就是 什麼都要經過他的同意 太有難 知道 太多 然後他是真的 阻止我那種 說這是業配 如果是業配 太多 太多 真的很多這樣的感覺 也不能太多 但是 因為我的 譬如說因為我的健康而管我 或因為我的作息而管 譬如說 他會覺得我要多睡一點 要我早睡 然後他會覺得 我身體不好 要我做健康一點的事情 譬如說吃健康一點 或什麼這些我都會覺得 因為他很愛我 所以他才會這樣管我 那他的 弧度算還OK 沒有他太瘋 對 太瘋也不行 不要管我 我是可以 我可以瘋的喔 我不行 我畢竟還是很獨立的個體 不要管我 這一生獨立活得好好的 別想來控制我 那如果另外一半夜 我們跟你同居你是OK的嗎 你有在追求這個 我沒有特別追求 但是 就是 要同居是可以 但是我還是要有我自己的家 就是 我可以跟他住 但我要有我自己的家 你可能還是有幾天要回家住 對 而且以防吵架的時候 沒地方去 我要回到我自己家這樣 不要傻到為男朋友 把自己的房子退出 真的 我曾經就做過這種事 一吵架 很帥的出去 哇 自己找飯店 非常狼狈 而且還找青年旅館 因為不知道要住幾天 然後 要便宜一點 欸 真的不要這樣子 因為我身邊的老闆也是 最近是這樣子 喔 那真的不行 就是 因為我這樣 搬也搬不走 你知道嗎 對 不是 有的人至少他可以回到自己家 對 就是 還至少要有個自己家 只是可能在很遠的地方 可是我是沒有自己家的那種 我就發現 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地方 對 聰明 好來下一個 剛剛有問說 如果狼殺 的條件的話 先不管他愛不愛你 就單純以面貌 蛤 面貌 對 好 縮小範圍 我們五間情 裡面 最符合你外貌的 最符合我 可是 我這個人有很多條 譬如說 外貌是我覺得順眼就好 我覺得只要我看到他 我不會覺得 很不順眼 基本上 我都可以覺得真的 我交過男朋友真的是 可以到很帥 也可以到 大家覺得怎麼會在一起的那種 有 有真的有 但我是 對長相沒有那麼care 但真的要我硬選 外貌比較符合我 都可以耶 我是說順眼 因為我就是順眼就好 你要選一個人 硬要選一個 硬要選 偽禁的外型吧 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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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性還好 偽禁的外型 零九 零九 嗯 不是他是聰明加很多分 他是魅力大於他的 對 因為他有時候也是蠻邋遢的 但是因為他的個人魅力太強了 所以可以忽略掉 有時候他很邋遢啊 沒那麼好看的時候 你不能邋遢喔 我可以邋遢 只是他有時候 有點太 太 有時候 太誇張了 因為 我昨天在開問你的時候 非常多人想以為就是 封澤應該是你最喜歡的類型 喜歡 不是因為封澤 他又白 眼睛又大 又那個 你知道我有這些條件 我就不太能另一半 也有這樣的條件 你看他長太像 對 就是我有的優勢 對方不行 像我絕對不行 眼睛大的 真的假的 不行 這個是只有我才可以有 你不可以有 不行嗎 然後我白 對方我就 希望他不要白 對 蛤 不能一起白 一起黑喔 就盡量 盡量 如果真的是就 單純選外型 還是盡量選自己喜歡的 但如果真的愛到了 他長怎麼樣 也沒關係 對阿 真的愛到他眼睛再大 再白我也是會接受 來ok 好來下一個 請問氣質是怎麼養成的 這好抽象 而且這次還有 對啊 竟然還有四五個人問 蛤 我有氣質嗎 很訝異 你是什麼爛題目 哈哈哈哈 這也是你還把他寫起來 因為太多人問 這我覺得太荒謬了 氣質怎麼養成的 我有氣質嗎 應該說你出現的時候都很端莊 應該是這樣講 嗯 端莊 我整 如何不端莊 你不會是這種 大明大方型的 喔 可能我 嗯 我熟人才會 因為大部分大家看我的時候 可能是在攝影棚的時候 然後在棚內就還沒有到 像你們五間琴那麼熟 但我覺得如果我熟到這樣 我也是會 蠻大 大放的 蠻大辣辣的 就我在我團員面前是很誇張的 就是 是很誇張的醜 誇張的 好笑 很不計形象 我要看熟度 有啦 最近有一局 就是他有稍微展現一下自我 哈哈 對 會逼瘋了 小齊炫耐掉了 哈哈哈哈 這可能是原本的他 對 這個就是 理智失去之後 真實的我 對還有問說 請問你IG版面是有在控制的嗎 我有啊 看起來沒有 有他說怎麼樣做到的 我有調好一個我自己喜歡的色調 在我的那個Lightroom裡面 就是那個調色的那個程式 所以你是用Lightroom調色 對然後我自己有調好一個我自己的色 所以我每次我的照片一放上去 我就會直接套用 套用之後再微調 但你是從 比如說IG到一半才決定要做這個版面配置嗎 對 還是從頭 所以你有把以前的都刪掉 我沒有刪掉 我還是有留欸 我是一個不太捨得刪東西的人 因為非常多人會因為要排版面 把以前很多文章都刪掉 我很佩服這種人 我覺得怎麼可以 我覺得很做作 你是覺得做作 我是覺得蠻厲害 因為我是一個很保有回憶的人 我不太喜歡刪東西 能留著我會盡量留著 我也是這樣啊 所以我原本有一陣子想說我要care版面 可是有些照片我就很想要紀念 那它就是已經不在我閨念的那個顏色上面 但我覺得還是得發 因為我想要紀錄這個時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會我會 我也是的 就是內容大於它的呈現 所以有時候呈現真的是很受不了的時候 就先不要看它 先滑它 先趕快多PO幾張 一樣的 一樣射掉的 你版面 但它先把你擠到下面 對我把它擠下去 哈哈哈哈 但是我覺得重要還是要留著 因為這是紀念啊 對 如果你們想要做版面可以這樣學它 你現在可以開Lyron怎麼修圖 我覺得我沒有到很厲害 我覺得我看普欣他們才真的是很厲害 有啦 普欣有很多軟體 對我是只有用Lyron 然後我就套用我那個版型而已 套用然後微調而已 主打Lyron 對主打Lyron 如果你想要學的話 可以去下載Lyron試試看 好下一個 皮膚怎麼保養的 皮膚喔 其實我覺得我日常保養沒有很講究 我其實也很少敷臉 然後 想到才去 想到才去 哈哈哈 真的啦 但我覺得其實我是 呃 妳就是碗粹 對 不是我是大致上看起來好像好 仔細看是有瑕疵的 你要很仔細看 就還好 我覺得因為我白 就是我白 你知道 一白遮三醜 就是妳一白就不會看上去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妳只要遮瑕有做好 譬如說把一些特別黑的地方遮住就好 譬如說 呃 黑眼圈啊 鼻翼啊這種遮好 其實大致上就會覺得 喔妳皮膚好像很好 但事實上 我也是長很多粉刺 的人 只是我的粉刺 很幸運都蠻小的 所以仔細看其實有很多小的粉刺 所以我只是想到就會去集集粉刺這樣 天生麗子啦 她這句話 沒有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跟日常保養有關 譬如說我 不太用手 一直摸臉 欸不對我好像也蠻常摸的 我好像我發現我自己浪晒的時候 常常會這樣一直摸 你洗臉嗎 我會洗臉 但是我有自己的一些規則步驟 譬如說我不用毛巾擦臉 我會用洗臉筋擦 然後或者是 我卸妝會卸兩到三次 我的洗面乳會放那種洗卸涼用的 就會連最後一道都還是有卸的這個功能在裡面 然後就是我出門會一定有一點點 再少都會有一點點防曬 我會擦 如果我那天要大素顏 我會擦無色的防曬 這樣 然後 或者是我譬如說我躺枕頭 我不讓我的臉接觸枕頭 你說居家了你也不行 對 我會用手這樣 用我的手背這樣靠著 然後睡覺前一定會洗到手 所以我確保我手是乾淨的 那怎麼可能是醒來還是這個姿勢 我都是欸 我已經訓練到 不管怎麼睡我都是這樣欸 然後這樣 就是怎麼樣我都會 你說你的臉不接觸到枕頭 對 好難 你養成習慣就可以了 我以前也不會 久了之後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男朋友睡男朋友收可以嗎 可以 男朋友就可以 男朋友硬把你的頭壓到床上 幹嘛 要幹嘛 要幹嘛 因為有時候 你知道男朋友這樣勾一勾手會摔你知道 會把你的頭拉起來 然後會掰崩到枕頭上 你會瞬間醒來嗎 我會 你會 不行 不是 我的風不是因為他把我封到枕頭上 我的風是因為 離開的時候 對 就是不可以 除非我真的睡死 你可以離開 但 我成親了因為我男朋友這樣離開 然後就覺得他不愛我了 隔天就離家出走欸 你瘋了嗎 你就是 你也是要瘋子欸 我哪是 不是 你知道 因為我有時候會被躺這樣子 很舒服欸 不是 有時候真的會麻掉 然後我都會覺得 我技術很好 我會找到不會麻的地方 不可能 真的 熟睡久就是會麻 不是這樣躺 要躺這一塊 這邊有個凹洞 不是 你怎麼可能不動 你睡覺都不動呢 我可能會 可能我熟睡之後就可以分開 但是你要讓我醒來還是看到我在這兒 中間怎麼發生沒有關係 但 入睡 在我熟睡前 真的在我醒來之後 我要在這兒 我們跟他交往那邊大概 六七點那邊 你要先射一個鬧鐘 就把他放回到手那邊 怎麼可能啊 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但我現在有漸漸的 我後來有比較能接受啦 我就接受 大家睡覺就是會各噴東西 對 因為我已經貼心到 我可能太貼心 就是我自己都會 我每次躺在那邊 我都會睡不好 就我睡別人手臂 我都會睡不好 然後我就會 這樣假裝睡 睡到 我已經確定他手睡了 你在離開他的手 真的喔 因為就覺得會麻 蛤 因為我睡別人手 反而睡不著 真的假的 我就是睡手 很快三秒就可以睡著了 馬上 因為極度有安全感啊 極度的感覺自己被呵護 被愛 我就馬上睡著 立刻貪軟 我自己在家就沒有這麼好睡 我自己在家需要翻很久 滑手就滑很久 才有辦法睡著 那你可以買那個 有一手的那種包枕 有 我告訴你我因為這樣 我買很多枕頭 跟他一直點頭 我的床有 七八個 六七個枕頭 所以把自己圍起來 對我會圍一圈 整個把我圍住 這就是沒安全感 然後到哪我都要有得抱 這樣 我以前也是這類的 圍一圈枕頭 我床旁邊都是枕頭啊 我有看過 就是我會把所有有縫隙的地方塞滿 就是你要躺到哪都有 都有東西 很棒 OK 這是他的保養皮膚的秘訣 好 下一個 因為我剛剛有問他說 因為他很常發一些 比較清涼的照片 還好吧 就是beginning什麼的啊 算是夜配 但還是有發 你有收過很多性騷擾的 會啊 很多耶 我剛剛問他說你有收過 比如說下體的照片 會啊 很多嗎 蠻常會收到的 那你有曾經點過去看 欸這兩張還不錯 沒有 沒有我沒有辦法看耶 我一看就立刻這樣 立刻就掐點手機 就會丟出去那種 那你就先截圖 沒有辦法截圖 沒有辦法截圖 你自己截好不好 我幫你霧色 霧色 你自己截好 我沒有辦法看太久 就是 你說那個照片 連聚焦看都沒有辦法 可是他密你的時候 一定是陌生訊息啊 對啊 所以你會看到預覽 然後你會點他 一點 他一跑出來我就立刻關掉 立刻 傳給你 我都沒收過這種耶 蛤你沒收過 趕快私訊他 哈哈哈哈 失訊小爛 沒有我個人看訊息 就是先看他的 因為他有 譬如說有些粉絲都會傳照片 我都會先點他的大頭照 我先看大頭照 真的假的 OK 我再點開那個圖片 沒有啦 我是陌生的啦 如果知道是粉絲 我當然會直接先看照片 都是那種陌生的訊息 因為很多那種 可能一些不是台灣的人 就覺得 欸真的嗎 好我先看照片 不OK 我再點開 喔 對啊 你有這樣教過網友嗎 沒有 我有被騙過 蛤 就他用一個假的大頭照 因為他很教 騙你他是某人 對 他以為我的 就是我可能會被這樣子吸引 騙我說他是某人 然後就一直用這個身份跟我聊天 但因為我當時太資錢了 所以我一直就是 以為他 我遇到一個很神奇的戀情 然後殊不知每次出現 就他的一個朋友 反正那個粉絲就會一直說 我是他朋友 他要我給你什麼東西 但我始終沒有看到那個人 本人 後來我就戳默說 你是不是他 直接承認 然後咧 他就說 不是 但 你就是看出來還說謊 因為 我跟那個人聊什麼 隔天就會出現那個東西 然後他也用那個假裝 送我 Tiffany的項鍊 哇 但我就覺得 然後我每次這樣跟他約出門 他就說 我出車禍了 蛤 所以他一定會有各種方式 不跟我見面 但後來最奇怪是 不會認識到照片這個粉絲 真的喔 對 誰是誰 就是林家佑啊 反正就一個一個人啦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個也是模特兒這樣 後來就真的遇到這個人 就感覺很奇妙 就曾經跟這個人 夾照片聊天 我懂我懂這種感覺 超怪的 好 下一題是 狼莎的理想隊友 哇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真的每次 只要有上過狼莎 都會必問這題 09 小賴 謝謝 嗯 我有跟你狼獲隊友嗎 很少耶 我們好像真的很少耶 可以多選嗎 可以選五個 太好了 好 銀酒小賴 補星 豐澤 呃 凱希 哦 五個 就是你們這些對我來說都是 進可攻推格手 要衝也可以 要勾也可以 然後很會隨機應變 然後很會 因為他是愛玩操作的啊 對 他選擇都是愛玩操作的 有沒有大壞 有沒有大好 痘痘也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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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痘痘好像比較不太會有像這種 這麼浮誇 把全場騙 就是用很浮誇的方式 把全場騙倒那種 對 都是以音冷靜 對他是蠻冷靜的 冷靜分析 嗯 這就是他想要的理想隊友 好 下一個 你有曾經因為你的血統被歧視嗎 有啊 就是國中的時候 國中那時候歷史都在教一些 南京大屠殺啊 中日戰爭啊 然後日本怎麼欺負 可是大家會 你入學就有說 喔這邊是日本混血 就是會 因為我是國中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真的名字 之前都是亂 就隨便亂取 然後國中有了之後 就開始會有同學一直說 所以我以前就是 一直說我叫舊名 舊的名字 因為我最以前是跟我媽媽信的 就是沒有抱戶口之前 就是沒有抱戶口之前 到了國中 因為逼不得已 什麼義務教育得抱戶口 那時候才知道 喔爸爸是日本人這樣 因為那時候戶口名簿上面才有名字 喔 所以你原本也不知道你是日本人 我原本不知道 然後是國中那時候知道的時候 不太能接受 然後也不太能接受 自己名字怎麼那麼長 怎麼那麼異類 因為小時候很怕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對 所以我小時候就是 極盡所能的 一直寫我的舊名字 但是有重要的證件 都還是四個字沒錯 然後就會一直被同學說 啊他就是日本人死不承認啊 然後什麼的 叛國賊什麼 就一直罵我這些 有的沒的 然後 而且連老師都霸凌我 老師有一次拿了我的日記 然後 因為小時候就有交換日記什麼 他拿了我日記本 我就要跟他拿回來 我小時候不知道他在取笑我 他就直接盪全半面說 那你說 你說釣魚台是我們的 這麼瘋 有這麼瘋的老師 對 而且我那時候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什麼是釣魚台 我那時候真的不懂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為什麼要我講 然後因為他一講這句話 全班都在笑 然後我就不懂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他就說我講 他才要給我 不然他要念出我的日記內容了 然後他已經要念了 我就說好釣魚台是我們的 他說那你再說一次 然後什麼就是在那邊玩弄 我是後來長大之後 我就回想這段我才發現 他是在欺負我耶 我小時候不知道 我小時候只覺得 為什麼要我講一句 就是好像很好笑的話 但我一點都不覺得好笑 因為大家都在笑 但我不懂這個東西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大家要笑 社會老師 這不OK的 他是 對他可能覺得好玩吧 他可能覺得我不懂 回程師保 怎麼做那麼下流的事情 這很下流嗎 我跟你講 我如果知道這件事 我一定會大反駁 我要大罵 可是我要怎麼捍衛 我說 釣魚台是我的 沒有啊 他就跟校長說啊 說什麼欺負 跟校長說 這動用到這麼大的權威啊 一定要 蛤我就是 我是敢的 我從小就這麼 這麼直接 我好希望你這種朋友 為什麼同才說 沒有你這種朋友 我就是會 會當面跟老師吵架那種 我沒有欸 然後我就 主要是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釣魚台 是怎麼樣 那時候太 可能國中就不懂 但那時候就常常 大家會 笑我啊 或什麼 然後我就為了想要假裝自己 跟別人沒有不一樣 我就說我是台灣人 然後就開始編故事 我說那是我媽改嫁啦 然後怎樣 然後被人家答對故事 我說那是改嫁 我是真的台灣人 然後我還為了要假裝自己 真的很到底 我還學台語 然後還說 我是台灣人 然後講得好像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國中的那些同學都一直以為 我真的是台灣人 我只是我媽媽改嫁才叫這個名字 但事實上 是真的叫這個名字 那個才是騙人 天啊 我看國高中真的 真的是不要再這樣子 刷白痴 小時候就很怕自己被排擠啊 對 因為他們會覺得 好像跟我們不一樣就是 怪怪的 嗯 真的 這好難改喔 對啊 而且那時候歷史都在教這些 日本人怎麼樣 然後他們就幫他同學還會說 找他算帳啊 那都是他的祖先啊 他的什麼就是 然後小時候就會很害怕 說 沒有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好幼稚喔 但現在應該還好啦 現在還好大家都懂事了 好好喔 日本人 還好耶 其實我覺得 其實真的還好 日本人跟台灣人長得也很像啊 也沒有什麼太不一樣 其實都是亞洲人哪有什麼差 對 好下一次 你有想要說單曲嗎 好多人問這問 嗯 如果有遇到 遇到有人 賞識我的話 不是賞識 博樂 這種可能會 但是 如果要我自己去 發作品或什麼 我目前還跨不出去 就我沒有覺得自己 足夠好到可以 做這件事情 但如果有公司找啊 或者是 有人找我的話 我就會可以 就像我當初被找進女團一樣 我不會覺得我自己 要去成為一個藝人 我構成為一個藝人 但是如果人家找我 我就會 OK這樣 所以還是可以找我 還是可以找我 還是可以找我 如果要發唱片 他也OK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好來 最後一題是 請問你YT頻道 到何時要更新 你更新的頻率是 大概是多長 沒有 我之前是週更 然後直到我 的確我拍出瓶頸 就是我拍到 我覺得我變不出 就是拍不出新的東西 然後我有開始拍一些美妝 那類的 是新的東西沒有錯 但後來 也因為拍的時候 回想不錯 開始有被公司找 所以其實現在還在 談的階段 所以在談的階段 目前才會先停擺 因為目前在談之後 的合作方式 然後跟未來要發展的方向 包含想要做哪一系列 像小賴一日飯曲這種 帶狀的節目 然後想要可能 會有跟來賓的 所以現在一切都還在 談的階段 所以目前才會先停擺 但是已經談到 八九成了 就快了 已經快煮成熟飯了 所以再等一下之後 開始了之後 就會週更了 開始之後就會週更 反正你們現在看到這集 可以先去訂閱小齊旋的頻道 對 我的頻道 只要搜尋小齊旋 就有了嗎 對 搜集小齊旋 然後後面有一串 我的英文名字 反正那個名字很長的那個 對啊 我現在好像五點九六萬吧 快六萬了快六萬了 希望這集播出 就會有六萬了 耶 然後如果你想看 什麼樣的題材 可以私訊跟小齊旋說 或是在我們的影片 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資訊 有三大重點 對 第一個就是 找保姆 找老師 哪有 還有我真的覺得 你可以拍你剛剛的 季陽家庭一事列的頻道 好 我會認真的去想 這要怎麼拍 對 要做喔 我就會很多人看 好的 今天呢 非常謝謝小齊旋 我們一日飯局 下次見 掰掰